歡迎來到電競主播 KH 的遊戲頻道 各位資生玩家妹不過也有聽過 哇這...超久對吧? 冰龍終於來到台服了 之前在使命專門手遊曾經出過 然後好像因為被一些玩家有意見所以去做了優化 接著來到台服跟國際比較上限的是 K6 的神話槍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神話槍跟之前有哪些差別吧 如果覺得 KH 的影片還不錯的話 也別忘記訂閱 KH 的頻道 才不會漏掉新影片喔 哇蝙蝠翅膀是吧 不說我還以為這是傳奇角的轉盤 其實是神話槍 新的冰龍來了 而且還有一個折扣11% 哇這角色確實也是顏值非常高 可惜沒有那個擊殺技術器手錶 有就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傳奇等級的東西吧 吊飾名片還有什麼 急凍炸彈 對之前也是有的 哇這表情動作很可以啊 簡單來說這轉盤就是帥氣度滿分的轉盤 好像又帶了一點這個小說中的中二感 馬上來開轉吧 等一下我一抽 一抽抽到角色 各位 黑暗守護者 等一下不行啦 我要抽槍啊 先給我角色這 我又不可能收手對不對 槍槍槍槍槍槍 哎呀 來吧神話槍吧 果然這先抽到角色之後運氣用完了嗎 哇 RUF79U看起來很像特殊造型 傳些東西都拿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槍了 這好像特殊造型的近戰武器 來吧 哇槍會發出龍聲耶 你有沒有聽到開鏡的時候 會有個特別的聲音 這是他的槍械樣貌 最高畫質特效的槍枝外觀 槍械檢視動作 哇這龍要飛起來了 十槍奔跑姿勢 如果你子彈滿的時候 他的這個雞苗啊 是長這個樣子哦 但隨著你子彈打一打 你看那個顏色 他那個中間的那個字的顏色 會變得越來越黑 越來越淺 就越來越不懶了 有沒有 變得紅色了 如果是子彈剩下十一發 像紅色字 然後字會越來越少 很特別的設計 然後敵人會變成一個冰霜 哇 換彈好有感覺 其他特效遮擋 是會遮擋到的 確實是有點遮擋 這是兩淘汰的時候的槍枝外觀 這是四淘汰的槍枝外觀 這是六淘汰的槍枝外觀 這是八淘汰的最終槍枝外觀 這是冰龍在背包裡的十槍姿勢 還有大廳的樣子 是長這樣子的 當我在大廳點擊這把槍 其實是沒有槍聲的 來看一下收藏家透皮展示 再去塗裝 目前是還沒有再去塗裝可以用的 不得不說那個開鏡的聲音是有一點吵 我覺得 因為你一隻遇開就會一直有那個開鏡的聲音 當你勝利的時候 就是他的節奏畫面 有沒有看到外框 冰晶外框 非常帥氣 MVP時刻才會有的 首先給大家聽一下 這個神話槍跟黑碟槍的槍聲差異 首先是冰窗巨龍 我是有帶消音管的配件的 帶消音的聲音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黑碟槍 也是有帶消音管的 接著我拿掉消音 然後是黑鐵槍拿掉消音 如果就基苗來說的話 黑鐵槍是基苗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算是真的滿檔實 兩邊有兩個大塊頭 然後中間又是兩個圓圈的重疊 射擊起來這個手感 是會比較 跟槍需要去做一些預判的 那如果你沒猜對 你可能就跟不到 那如果是冰霜巨龍的話 你可以看到 非常清晰的這個 懸浮基苗 這也是神話槍的福利吧 幾乎每把神話槍 都會有這個懸浮基苗 可以讓你省下一個配件的位置 只是你 注意喔 因為你沒有帶紅點對不對 所以你開鏡的時候 是這樣的放大倍率 大家注意看喔 沒帶紅點 開鏡是這樣的放大倍率 那如果我今天裝上的紅點 開鏡是這樣的放大倍率 有沒有發現 帶紅點的放大倍率比較大 所以帶紅點你打遠會比較好打 是真的 這也是為什麼在遊戲裡面的 靈敏度設置 有這個開鏡靈敏度 跟紅點靈敏度 開鏡靈敏度就是 機苗靈敏度 紅點靈敏度 才是你真正帶紅點的靈敏度 這都是我個人的冰龍配件的分享 我是用這一套的 我本來有帶紅點 我把紅點換成減重型槍托 增加我開鏡的橫移速度 這會讓敵人在跟我對象的時候 會比較難打中我 我自己覺得開鏡的橫移速度 在遊戲裡算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因為這個遊戲 你在橫移的時候 它的那個 慣性基本上是很小的 不太會有那種 橫移你要拉到 左邊 腿彎拉右邊的那種慣性 所以你左右橫移是可以 像搖頭伸法那樣 去去去的做移動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 很多東南亞 喜歡左右橫移 很強大的一些槍 因為這樣敵人 會真的比較難打中你 而且就算職業高手 也沒有那麼容易去跟槍 因為他沒有慣性 所以職業高手 他不知道說 你是往左還往右移的時候 你真的會不好去跟 所以我個人還蠻看重 這個左右橫移的速度的 機動性算是蠻重要的 不過在之後的改版 有可能會把慣性再去加上去 這我們就不確定了 如果加上慣性 以後可能這種橫移的槍 就沒有那麼的強大 以上就是這一期的分享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囉